哈喽大家好 喜欢吃苦瓜的朋友 过来看一看 今天我做一个蒜蓉筋苦瓜 首先我们准备一些红辣椒 将辣椒里面的死去掉 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 那就不要放辣椒 将辣椒切成粒 将切好的辣椒放在搅拌机里 再将一些蒜头放进搅拌机里 盖上盖子 将里面的蒜头和辣椒搅拌 尽量将它搅碎一点 好了后将盖先去 将里面的刀也拿出来 准备一些葱 将葱切成葱花 将葱花也放入蒜蓉里 放入一些糖 盐 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搅拌后再倒入一些油 再将所有的材料搅拌一下 放在一边备用 我这里准备了鸡松肉 如果你不喜欢鸡 也可以用猪肉 将鸡肉切成粒 再将鸡肉多碎 尽量将鸡肉多碎一点 然后将它放在碗里 将洗干净的红萝卜切片 再将它切条 然后切粒 将切好的红萝卜放入鸡肉里 准备一些葱 将葱切成葱花 将切好的葱花放入红萝卜里 放一点调味料 盐 糖 蚝油 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然后再放一些油 一些淀粉 再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准备两个洗干净的苦瓜 将苦瓜的头尾切去 再将苦瓜切断 再将苦瓜里面的纸去掉 切苦瓜的时候 尽量将所有的苦瓜切得高低一样 这样看上去苦瓜一样这么高 苦瓜做好后 我们在里面放好刚才做好的鸡肉馅 放入里面的时候 不要放得太满 太满熟了之后 它那个肉会掉出来 好像这样就可以了 苦瓜要好肉之后 在鸡肉上面放上蒜蓉 蒜蓉放上去后 再将所有的蒜蓉平铺好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看上去是不是好有喜悦 做好后开炉了 开大火 锅里倒入水 水开后放入苦瓜 然后再盖上盖子 水开后我们将火转小火 用小火煮10分钟 10分钟很快就到了 来看一下 先去盖子 哇 非常的漂亮 现在在上面倒入一些酱油 蒸苦瓜里面的水不要倒掉 汤汁加上酱油 味道刚刚好 不怕咸 这一道蒜蓉蒸苦瓜就做好了 材料非常的简单 苦瓜 鸡肉 红萝卜 葱 蒜蓉 辣椒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绿色 红色 喜欢吃苦瓜的朋友都来学一下 好了 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